记者王俊杰竹市报道,新竹市政府今天起至13日于中正市场举办过好年面貌树古鸡羹蟹尖刀花切西水楼主厨传授酱爆鲜年糕年菜技巧与秘籍,让整个传统市场充满浓浓年味。 市府今举办开幕记者会,由点水楼新竹店主厨范新明协助市府秘书长陈章贤及学员,共同制作酱爆鲜年糕,年糕取同血衣年糕,象征年年糕升,步步高升,消新民众全家都来参加,有9岁儿子长厨,而81岁的春兰阿摩更老当义壮,卷起袖子制作年糕,用行动感受年节气氛。 产发处长吴甲天指出,过好年于林树古鸡羹谢福诸十一天,现场会与知名饭店餐饮业者合作,包括卡尔登,老爷饭店,风采宴会馆与于池宴会馆等开设大厨烹饪教室,来不及报名的民众也现场开放堂厅,烹饪教室课程将端出酱爆鲜年糕,白酒橄榄鸡,风采虾椒和白唱米粉,好彩桃萝卜糕, 遇见寒文狮子头,缤纷开品爆米香等菜色,进行示范教学。 吴甲天说,这次市集活动还邀请在地创意摊商进驻,包括变花小姐,Kerry Crosswood,布丽丝,点点工作室,绣工方文创设计,职人场所,飞时代儿,巧克拉拉等,现场设有开运小品制作教学。 以手镯甜点亲子艺术课程增添纯洁甜蜜团圆气息,欢迎民众参加。